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我都會看是否有些幸福的 連鎖式的事情發生 我可以了,你… 說或者來得容易 但當不幸的事情降臨在自己身上 就未必可以解決得到 昨天,邀請人何國榮 選擇在他西貢的家裡小炭興生 結束他58年的人生 誰說我們是貴貴弟 情人負我,變心負一太不宴 相思當作枉心拼 何國榮最為人熟悉的 就是他是一位澳洲人 不過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 事實上,他對香港文化十分熱愛 他的名字已經說明一切 我們在香港之前 其實已經是學廣東話的 我英文姓名字叫Rivers 所以改成名字叫河,河水的河 那國榮呢 就是因為我在澳洲第一次登台唱歌 就是在大學登台唱歌 就是唱Monica 就是張國榮